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呢 你的感情运啊 不是太好 我的感情运吗 我跟我的男朋友 对吗 对啊 我们走了很久了 对啦 现在知道吗 吵吵闹闹 经常 对 不过我就还蛮 对他的感情就还蛮软的 就是 所以有时候就是这个就是已经不是太正常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你自己的颈椎不好 脖子不好 对对对对对 我的颈椎最近一直痛 很痛 还有一个呢 就是你以后的耳朵啊 你的耳朵会不好 你说有时候听东西听不清楚 人家跟你讲话你听不清楚 明白吗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他们就会说我 为什么讲了很多篇都听不懂的感觉就是 就是 一个呢 是 一个是耳朵听不清楚 第二嘛 智慧还没有完全生出 智慧啊 对对对 你有智慧 对 所以我就有一直在念心经 对啊 你一直要念心经 你这孩子呢 人是很好 但是呢 人有点犯傻 你听得懂吗 犯傻 对对对 就是 全部人都说我是好像傻大姐这样 那么 你呢 一个要多念心经 第二呢 要自己呢 多多的看悟 物是什么呢 物就是觉悟 觉悟是什么呢 要有感觉 比方说别人对你好 对你不好 你倒要有感觉吧 对不对啊 前途好不好也要有感觉吧 觉了之后才会开悟 你不觉你怎么会有悟性呢 对不对啊 对的 对的 其实就是 所以你自己要好好的 像单位里呀 因为我看你的事业上呢 前途是有 只是好像一直呢 有点像怀才不欲一样的 好像你很有才华 到了一定的时候就升不上去了 好像就进步不了了 明白了吗 对 因为其实我在现在这份工作 我不晓得我到底该不该继续 我也不晓得自己到底就是该不该换其他的事业 你现在这份工作呢 我刚刚给你看了一下图腾啊 是这样的 你现在呢 换肯定以后要换的 但是不是现在 你可能还要拖大概三四个月吧 三四个月吗 对吗 对对对 三四个月之后你可能会找到一份 比现在好一点的工作 但是就算菩萨给了你一份好一点工作 你也不能像傻大姐一样的 明白了吗 好 我就要比较 少讲话 对呀 沉默是经 有时候不要不要话太多 一话一多就傻大姐了 明白了吗 对的 对的 好的 你就是 人家跟你说点什么话 你都讲出去 那么人家就说你傻了吗 对不对 好的 好的 说我会 我会念多点心心 嗯 就是让自己比较稳定 对呀 对呀 想问一问太上 太上我的图腾颜色是什么 我看看啊 几几年 数什么的啊 数什么 90年数马的 你是一个偏 偏白的棕色嘛 棕色的 嗯 棕色的 咖啡色的 所以我需要 穿白一点的 对对对 你穿白一点的就比较顺利一点 你要是穿 穿深色的话反而不顺利 你要是以后去interview啊 你就必须要穿白一点的 嗯 因为你这个皮肤也是很白的 只是 只是 谢谢 谢谢 太大 但是我看你的眼睛 眼睛不是太大 眼睛一般的 嗯 对对对 我眼睛还中等的 不是很大年 说阿台长 想问因为我的身体 我身上有灵性吗 我看看 身上有啊 身上有灵性 有灵性啊 是妈妈打胎的孩子吗 应该是的 是一个小孩 有一个小灵性 你妈妈打过两个 你妈妈打胎打过两个 打过两个 他要一百八十张小房子 对啊 你怎么知道啊 因为我梦见过 你看见过了是吧 傻大姐梦见过了 傻大姐 对我梦见过 有两个小孩 我需要各念一百八十张 还是怎样 对啊 两个孩子一百八十张 哦 两个孩子一百八十张 一人九十张 好的好的 非常谢谢卢台长 还想我可以 问一问 就是 我 我可以 跟这个 现在我这位男朋友 继续下去 他属什么呢 他属什么呢 他属羊的九一年 小我一岁 哦 你属什么 我属马的 九零年的马 哦 这个事情呢 你跟他谈了几年了 其实我现在有开始就很练经了 他有时都是会练 不过他就 你跟他 你跟他谈恋爱谈了几年了 你告诉我 谈了大概有八年八年八个月了 八年八个月 他为什么不跟你结婚啊 嗯 因为我们还没有准备好 主要是你不想结婚 还是他不想结婚啊 嗯 就是因为他说要买了房子 现在买了房子 我们有想过要结婚了 可是呢 他又不想 他又不想结婚了 房子买了之后 他现在说要结婚吗 不是不是 是因为我今年二十九岁 农历 所以好像不是很适合结婚 对吗 我问你 你如果现在跟他提出来要结婚 他会不会跟你结婚 哦 对 他有说年尾要结婚 好 可是我有跟他说 因为 嗯 那就结吧 早点结吧 嗯 早点结啊 嗯 说 陆提长想问一问 说今年我们结婚 注册是没有问题 对吗 他是马来西亚的吧 对对对 他也是华侨 他是华侨是不是 对对对对 他是工程师 我知道 他个子跟你差不多高嘛 比你高一点点 他 college 对对他一一零嗯他180我一17哈哈哈 哈哈哈 你1700加起来250吗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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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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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呵哈哈哈哈哈哈哈 service 太少 太少 你眼睛大概三年之后 你们婚姻会有变化 好的好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他的他的脾气很倔 对啊 这就是我跟你讲的 他要是哪一天 选择了离开你的话 你拉都拉不住的 听不懂啊 懂得懂得 所以你要做好思想准备 要么你把它改正 他的毛病只有靠学佛念经 才会改变 否则的话 他一旦决定了某一件事情 最后痛苦的就是你了 听得懂吗 听得懂 那台长你觉得我们 我们 我这个原生 我们我们 你已经八年多了 你还我们我们哪 你八年多 你跟他这么多感情花进去 你这个青春都浪费掉了 你还我们我们 你野门也没有用啊 我们呢 好的 我需要 他需要念多少张小房子 他 他其实身体最近不是很好 你反正当心一点就是了 好吧 不要让他一个人出去 听得懂吗 要出去你跟着他 明白了吗 好的 因为他这个人 他这个人很仗义 很愿意帮助别人 明白明白 所以男的女的他都帮 帮到后来就帮出事情出来了 听不懂啊 好的 他这样他身上有灵性吗 不知道 你好好的叫他念心经 你帮他每天念心经十一遍 念大悲咒 然后你们两个要好好地念经 你只有让他念经了 你才能keep going 把这个事情维持下去 否则的话你就维持不下去 听不懂啊 好的好的 你自己想想看你这么多年了 你们吵过多少次啊 还不懂啊 还蛮多次的 蛮多次 好几次差点崩掉还不知道啊 至少有三次 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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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他这种脾气 你不让他念经的话 你嫁给他之后 好了 刚刚一年 他啪啪啪跑掉了 你变成寡妇了 听得懂吗 结婚这个事情要比较慎重 好好念经 靠菩萨保佑 要善缘 不能成为恶缘 听不懂啊 好的 听得懂 听得懂 像你这种没脑子的反正 不好意思 就是他不要你 你也不会伤很多的 好的 太上想问一问我哥哥 因为他最近失业 199 1988年属龙的 教他好好的努力 你哥哥找得到工作的 不是 不是太努力 他有点懒啊 你听不懂啊 对啊 他现在就呆在家里 对啊 他有点懒啊 整天玩电脑啊 我看他 嗯 好的 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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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工作前途还是有的 叫他去找 不要偷懒 好了 好的 好的 再见了 多少张小房子 49张 49张 我的是180张 对 然后 我男朋友的每天念心经 洗一篇 跟大背走 对啊 好 好好帮他们念 你也会喊起来的 好的 好的 好了好了好了 再见了 再见了 想问图腾颜色 我男朋友的 不能讲了 没有时间了 下次再见 拜拜 好的好的 再见 谢谢台湾 谢谢观世音菩萨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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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面继续回答 听都没问题 喂 你好 喂 你好 师父 你好 哎呦 感恩师父 感恩菩萨 没想到给师父打通电话了 感恩您师父 辛苦了 哎 那要听您的节目 知道您这两天 也挺辛苦的 很累吧 嗯 谢谢你讲吧 嗯 啊那个 我想问一下 那个50年的虎 它的那个图腾颜色 50年的虎是吧 嗯 对 女的 看看啊 50年的虎 50年老虎 女的 图腾颜色 啊 偏 偏深色 嗯 哦 偏深色 嗯 哦 这个是我妈妈 她那个 她的命就是六年前 嗯 您的法门救了她 然后是第二年 我父亲的癌症 也是您的法门救了她 我现在父母双全 特别好 身体特别健康 就是我们这个法门 把他们从生死线上 拉回来的 你现在知道了 感恩师傅 真的是感恩师傅 感恩菩萨 嗯 那个师傅 我还想问一下 那个96年的鼠 它的图腾颜色是什么 96年的什么 老鼠 96年的老鼠 看看啊 96年的老鼠 你妈妈 哦 没有 这个是孩子 这个是 孩子 怪不得 看不对嘛 没那么老 50年的虎是 50年的虎 50年的虎是你妈是不啦 对对对 看颜色是不啦 对 蛮好的嘛 还金黄色的呢 嗯 哦 金黄色的 嗯 哦 真好 嗯 那个96年的鼠呢 嗯 图腾颜色 96年的鼠图腾颜色是什么 96年的老鼠 对 图腾颜色 96年的老鼠 嗯 偏淡的 偏淡色 哦 好的 感恩师傅 真的是 师傅 我运用的这个 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 嗯 让我父母从生死线上 嗯 都已经拽回来 让我们家这个孩子呢 也是学业有成 就是呃 让他达成了一个 他的最好的一个愿望 嗯 这都是师傅给的我们的 无限的这种法宝 让我们 嗯 受益众生 嗯 真的感恩师傅 嗯 感恩你 好 师傅 你照顾好自己 嗯 一定要保住身体 好好努力 师傅身体好了 救更多的人 我活的就是 对对对 我活的就是为了救别人 我自己根本无所谓的 明白了吗 师傅 我们爱你 嗯 你真的一定要保住身体 好 有的时候从法会上回来看到您 累啊 真的是很累 我们也是很清楚 嗯 现在身体的素质根本不是这个年龄 太累了 好了 谢谢你 再见了 嗯 感恩师傅 再见 师傅再见 嗯 喂你好 喂你好 喂你好吗 喂是你吗 是 是我 是我 喂师傅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感恩师傅 请讲吧 我想问一下那个 98年的火 98年的火 嗯 男的女的 女的 98年的火 好 讲吧 想问 哪方面 我问一下他 那健康健康情况 98年的火 身体状况 哦 不好啊 他 哎呦 他身上黑气很多 他从脑部就开始了 脑子这里 嗯 嗯 是的 是的 其实他就是说精神状态不太好 就是就是忧郁症啊 我看他 嗯 那是的是的 嗯 你赶紧啊 给他念小房子啊 小房子不够啊 我已经给他念了 念多少张了 现在 现在大概是两千 我看看啊 两千三百多张吧 我看他 大概 我看他拿到多少张 哎呦 哎呦 拿到很少哎 其实我的念的 质量不太好是吧 不是你一个人念的 好像你还请过 嗯 不是我一个人念的呀 哦 那你质量有点点问题 我看你质量在哪里啊 我好像念的太急了 那好像太快了 嗯 你大悲咒 大悲咒 少掉两位菩萨了 大悲咒 我念的比较多的 啊 我说 你啊 大悲咒念的里面 少掉两位菩萨了 名字啊 哦 就是 大悲咒里面 少掉 啊 大悲咒八十八尊佛嘛 嗯 米弗吧 不是啊 大悲咒 大悲咒也是菩萨名字呀 嗯 大悲咒 你照着念 你照着念就可以了 大悲咒 听不懂啊 还缺少吗 不是啊 大悲咒 你照着 照着书本念 念了之后 你才能 过一段时间 你大悲咒 才能慢慢放掉 否则你就经常 里面缺少菩萨的名字 因为大悲咒里面都是 菩萨的名字 听不懂啊 哦 是这样的 是吧 啊 有 你里面念 里面漏了呀 里面都是菩萨名字呀 好的好的 听得懂了吗 是的 嗯 我看看啊 这孩子有没有救啊 等等啊 嗯 嗯 大悲咒里面有八十三尊菩萨的 嗯 看看啊 嗯 啊 他好像胖了 这孩子胖了 现在有点胖了 对 嗯 他就是很开吃的呀 不停的吃 不停的吃 现在很胖了呀 现在我们就是 传输了 传输了 但是还是他拼你的吃 对 脑子 脑子主要问题 主要问题 他还是脑子上 有个灵性呀 嗯 脑子里有灵性是吧 一个男的 一个男的 一个男的吗 啊 一个男的 长得瘦瘦的 嗯 那是 吃多大年龄呢 看上去像 四十多岁 嗯 四十多岁 嗯 这个是 上辈子 上辈子的 上辈子的 上辈子的吗 上辈子他的冤结 他欠人家的 嗯 那师傅能不能帮我看一下 他现在还要多少小房子呢 嗯 嗯 他说你小房子念的不好呀 我也觉得我的小房子念的质量不太贵了 因为你太快了 你简直就是等于在赶工程一样了 嗯 因为他自己不能不能不能念他自己不能就我帮他念你帮他念我自己肯定也要做对呀你好好念呀你家里你你现在一个人了你有老婆不了 老婆有的老婆在上班啊 上班不上班也要叫他念的下班也要念 他也念的他就是说现在就是我是就是孩子在家了就是说 你先这样吧你先给他念我跟他讲了你现在先给他念83张念完之后呢你原会有个突破突然之间非常好好吧突然之间特别好之后啊83张之后突然好了啊然后呢接下来你继续把你所许愿的因为他现在告诉我你给他许愿许了很多 嗯嗯我不知道我没许过愿我就是说我一直我没照处上的做我就是说一直在你二次你没跟他讲啊你没跟他讲说几千张啊我没说过我知道我愿的老婆也没跟他说过我问一下你去问一下吧你家里有人说过了呃就是说大概是多少张我看一下啊我问问他 三千两百张哦是许愿是三千两百张哎三千两百张现在不是现在你就好好地念吧你把他这些念掉之后女儿就会好起来了我已经跟你讲过了83张之后你女儿突然之间会很好那么然后呢你赶紧了就要写写一点东西啊做功德了让别人看到了 啊然后嘛这样的话功德就会延续听得懂吧我就是说比较法是吧对啊啊好好的那个他现在还要放多少多少鱼啊我现在大概放了两千五百条 哦鱼也不够 嗯你要放到 你你慢慢放吧因为你条件不是太好你慢慢放 你放到大概要五千四百条 嗯就是算的过去过去过去的也算的你要放到五五千四百条因为你条件不是太好那你就好好念经你呢你这个人呢我可以告诉你啊你也是的你过去嘴巴不好你知道吗有口验对我我知道我月月长挺重的对啊你现在是很不顺我现在啊你现在因为你这个人太精了过去跟人家太精了听得懂吗嗯 做做人呃要不能太精了好了好好努力好吧师傅啊我还能问问一个王文吗嗯可以你讲吧 导播节奋放兴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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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播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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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播兴播放 不是啊 王人你要报名字的呀 叫顾饼福 姓郭 顾 照顾的顾 饼呢 饼火加一个 加一个饼点的饼 福幸福的福 郭饼福 这个人被你操上去 在阿修罗道很高的地方 已经在阿修罗道了吗 阿修罗道很高的地方 相当于 相当于那个 孙悟空那个时候 到火山去借那个扇子的那个地方 火焰山那个地方 所以我也有点惊讶 师父 那个 我觉得我们家 业障 就是家族性的业障 还挺重的 对呀 不信的话 应该说根据不太好 他为什么 也会去阿修罗道呢 你们家里有人办 来念经的吗 小房子 师父 我给他念了 好了 跟你说了呀 你这个 你这个 你这个给他念了很多都到他那里了 嗯 好了 我给他念了一百多章 好了一百多章 你是我完了命的念的 并没有在法 其实就是说其他人帮不了我 我想和原来他 我父亲走的时候 主持人想渡他 但渡不了他 渡不了他 你现在不是在帮他 不一样啊 对对对 我告诉你 你以为啊 帮助吗 就是死了也要帮啊 那对不对啊 是的 没问题 那师父 现在我女儿就主要就是从脑部列上最多是吧 就是这个男的呀 就是这个男的 就没有其他的吧 没有 你好好帮他念掉吧 上辈子又欠感情债 嗯 他上辈子欠感情债 是吧 淘淘淘淘 而且呢 骗骗骗 而且所以他 他就是说整个就是他到了你们家之后 实际上你们家的经济情况就不行了 是的 我们一家就是说 衣服就是这个 过去过去蛮好的 因为他是等于来讨债还债的 来讨债的是吧 啊 好了好了 没时间了 快点了 嗯 那我先生师父 那个就是说83张大概需要多少是他能够一个好的转变 就是说完全的好起来 完全你可能会慢慢来的呀 83张给他一个大转变 然后你们就要现身说法 然后更好的许愿念 就是师父刚才跟你说的三千两百张 明白了吗 好好念吧 这种事情 这种事情没有一下子的事情的 听不懂啊 对对对 好了好了 对对 嗯 好 感恩师父 感恩菩萨 好好要有信心的 自己知道啊 这个业障这么重 已经给你能够找到这么好的法门了 菩萨已经保佑你 已经不知道多少好好事情发生了 否则是你知道 否则你知道啊 你看看看啊 多少小孩子啊 真的多少小孩子自杀啊 全部都是忧郁症啊 不得了的 是的啊 我女儿去去他也曾经也过啊 全部啊 现在现在这个病不是不是哪个国家啊 全世界的青年人的病啊 明白了吗 我觉得挺多的 太多了 这几年都不得了的 你自己 一切很少的呀 一切很少 我觉得很多啊 现在这个社会的压力大 而且爸爸妈妈自私 而且每一个孩子都成 活在自私当中 然后呢 被人家呢 被人家呢 这个讲话了 什么都不能想通 这个都是问题 嗯 好了好了 再见了 好感恩师父 再见啊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哎 真的是 现在社会对孩子的压力特别大 每个家里呢 父母亲都是这么自私的 啊 只管自己不管孩子的 哎 喂你好 喂 你好 师父 啊 师父你好 请讲 感恩观世音菩萨 嗯 请师父慈悲帮忙看一个 看一下90年的马 我自己看一下身上有没有灵性 嗯 还可以 灵性很少 灵性很少 哦 师父看一下需要多少张小房子 五十六张 哦 五十六张小房子 师父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 腰很不好腰 哦 腰很不好 嗯 师父看一下就是那个我的大部分的业障是聚集在哪个地方 哪个地方 心脑有一点 啊 胸闷啊 心脏 哦 还有 还有就是肚子这里 肚子啊 还有腹科 啊 还有一个脚 一个腿啊 不好 嗯 一个腿不好 嗯 啊 其他没有了 好的 都聚集在这里 嗯 嗯 之前师父看那个那个脖子上有一个那个有一个灵性 然后有没有超度走啊 师父 然后师父许让我许了三十几张小房子多我念完了 嗯 不够 还在了 嗯 还在啊 他就是跑到腰上来了 嗯 我跑到腰上了 嗯 再要给他三 你还得给他三十六张 三十六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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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我再试试 师父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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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一下一个呃1949年属牛的 男的女的了 嗯 女的 属牛 然后看一下他身体 就是他的女儿梦到他他那个那个过世了在梦里面 然后他现在是69岁的一个关节 对 然后他想请问一下这个 肝 肝 肝 confir 肝不好 不 sens 肝不好 肝不好 嗯 element 然后这个结 这个他这个69岁的关节有没有划掉 数什么老虎啊 1949年数牛的 好像还没划掉哎 还有一个小节 一个小的节 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师傅 千万不要让他摔跤啊 不要让他摔跤好的 他需要多少张小房子 69张 放生多少条鱼 2100条 师傅他图腾颜色是什么呢 白的偏白的 师傅他那个弟子正号是1408 他看一下他的莲花 这位老妈妈想看一下莲花 1408 在还在 我告诉你啊 这个老妈妈我看看他 年轻的时候很漂亮啊 很花很花巧你听不懂啊 听得懂 开玩笑了 我一看就看出来了 好了好了好了 不看了 对不起师傅 对不起师傅 不能再看了 那个看什么 92年的猴 师傅看他的婚姻 他想看一下他什么时候能够结婚 对 92年的猴 女的 女的 他想问他什么时候能结婚 他的婚姻 他婚姻一直不好的 一直不好 你叫他随缘吧 好吧 他接了 他接了也会离掉的 这个人 接了也会离掉 他想问一下 你问他 你问他 过去谈恋爱吗也是的呀 谈恋就断掉了 谈恋没有断掉了 师傅他想问一下 他那个念什么经文 然后他能够多少岁结婚 心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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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多少岁结婚 不知道 好好念经吧 好啊 好好念经 好的 感恩师傅慈悲 感恩师傅慈悲 谢谢师傅 谢谢观世音苦三 喂你好 喂 喂 你好 喂师傅 师傅好 你好 师傅你好 你好 我想帮我的表弟问一下 竹腾啊 他是94年属猴的 男的女的表弟啊 男的我的表弟 昨天 昨天问答节目 有一个同修问过师傅了 但是没有问竹腾 几几年属什么的啊 94年属狗 讲吧 想问什么讲呀 呃 他他他抑郁症很严重 然后呃 因为之前对声音一直敏感 然后去医院了之后 医生把药加大了 然后他现在就整天想躺着 他一直觉得很累 嗯 他就根本不应该加大药量 他要变傻瓜的 不应该加大是吧 嗯 他要变傻瓜的 嗯 对 他有一点 他变得有一点傻傻的 就是 就是 你知道什么药知道吗 这种药们都是正经剂啊 有什么用啊 这种药们就是让他吃了就傻傻的呀 养老院们都是这种药 因为他之前 因为他之前不吃药的时候 对声音很敏感 敏感不就敏感好了 家里的人太敏感了 过一段时间就不敏感了 都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呀 对对对 我给爸爸妈妈害死孩子很多的 我告诉你 爸爸妈妈很多都是 对他的爸爸不学佛 不学佛自己把孩子害死的 我告诉你 你知道投胎投了一个烂 烂family里边 你孩子就被他害死了 我告诉你 没办法 对他的家庭环境不太好 师父以前也说 他前世的业障比较重 所以投在这种角度 他现在身上有 他现在身上是不是有 特别厉害的药镜子 有啊 两个呢 两个 那一个 一个还是他爸爸的 对对对对 因为因为有一个童修在帮助他 然后晚上就梦到他的爸爸来 他的梦里 对了 然后药镜子非常厉害 他爸爸身上的药镜子呀 对对对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像这种情况 我告诉你 像他爸爸 这种烂情况不相信的 哎 谁言吧 他要是真的在不卖账的话 这孩子业障还给他爸爸 就是了 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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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做什么事情 自己受 我告诉你 这个世界 谁 谁做谁受 明白了吗 嗯 明白 那现在他身上的药镜子 要多少张小房子 他自己有念经的 是吧 嗯 他自己有念经 嗯 好了 念经我就念了 多少张小房子 师父 有的念 你要说 你要说整个的话 整个要 整个有的念了 整个要七八千了 嗯 就是这个毛病 那我就是让他 彻底好要七八千 哦 那就是让他现在继续 一波一波的念是吧 对对对 那师父他这个药 要不要剪下来 嗯 他吃的这个精神的 方面的药 需不需要剪下来 要剪 去跟医生商量 说不行的 整天这么睡 睡要不行的 好了吗 对 他需要放生吗 放生要放的呀 放生三千条 嗯 好好 感恩师父 我会让他听录音的 感恩师父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师父再见 好 听众朋友们时间关系呢 节目就到这 结束了 非常感谢 听众朋友们收听 好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吝点赞 订阅 吝点赞 订阅 吝点赞 订阅